Hey! Day 2 如果未看Day 1的話,快點去看Day 1 因為昨天已經上載了 今次我整個倫敦系 會是一個即拍即剪的方式 即是日頭拍完,晚上就剪 很RAW的就上載 沒有之前那些那麼麻煩 要剪很多不同角色 現在即拍即剪,拿手機很簡單 快點有得看 今天是22號 香港的東智 家人已經各自做延東了 我今天也是一個自己 我現在就去Northern Hill Gate 那邊有什麼多呢? 就是café多,小店多 我也是其中一個挺喜歡的區 我今次適逢今天有空再去逛逛 看看有什麼新的小店發掘 另外晚上就約了Friend去吃飯 都不是自己一個,都可以做Northern的 叫做 就去一間叫Stick & Sushi的店 是一間我很喜歡吃的壽司 我第一次吃就是丹麥 那次沒有拍片 也不便宜 丹麥那次都吃了很貴 真的丹麥都用的 應該在這邊會便宜一點點 但就看了多少錢 應該都不太便宜 今天主要就是做這兩件事 事不宜遲 今天就不用製作 已經製作完了 出發 沒錯來到我們的火車站 就是Northern Hill Gate 火車來的 越來越好吵 現在就先上地面 接著就再找路 大致上記得 但不是100%肯定 火車了 不是,地鐵 好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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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Portobello Market 是我來過這麼多次 最安靜的 看看這條街是沒有人 有些人 有些少少 但是 這些不算是人 不是 哈哈 說錯話 這個人流 比起這裡 一點都不算是甚麼人 是很安靜的 今天星期五 可能有人回家做冬 那些外國都做冬 這裡很安靜 而且沒有聖誕氣氛 很奇怪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讓人知道 你來過Portobello呢? 那絕對就是來這個位 沒有死的 那這兩排的彩色屋 它們都是不同顏色的 那就是 通常人們來這裡拍照 隨便選一排 隨便選一隻色 那現在都有人在拍 都不少人拍 那你說 想找些位置打卡就在這裡 那你說 潮人是否就會來這裡呢? 潮人應該就 現在不會來的 我幾年前已經來過 哈哈 已經拍過 但是如果你想拍一些特別的 讓人知道你去了外國 那些感覺的房子 就來這裡 那我覺得都OK 就是這樣了 下站見 對啦 終於來到Steak & Sushi 那這裡 全部Portions 都是大份 share 那當然有小的 那如果小的 就是逐件叫的 那這裡 另外還有 串燒 壽司 那樣的 那我今天就有四個人 那我叫了很多大的Portions 去share 那 但是這裡很多人 不太方便在這裡拍 那我拍一些 食物的 食物的 這樣可以看 是好吃的 現在 那有興趣就 看回 留下留言 那裡我打回我的地址 Steak & Sushi 是好吃的 現在 吃東西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也可以追蹤我的 Instagram 和Facebook 那我的Instagram的Story 也是更新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 不同的 我這個Trip做了些什麼 那那個 Instagram的Account就在這裡了 對 整個 這裡我看著 就是這樣 好 拜拜 我現在自己去逛街 那我買些自己的東西 那再回去 其實你不要看現在這麼黑 好像是6點而已 就是這樣 拜拜